圣经经文 有关上帝的爱的七处圣经经文 一 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二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年 是赐平安的一年 不是降灾祸的一年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三 路加福音 六章三十五节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四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五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其次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六 以福所书四章二节 凡事轻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七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喔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